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内抢人大战待续升级 欧美各国也加入混战 剑桥承认中国高考 缘和引发热议 吉林为招揽人才又放出哪些大仗 三月不减肥 四月涂伤杯 饱腹糖 酵素 瘦腿霜 彤彤热销 到底是心理作用还是真实有效 这些网红减肥产品靠谱吗 高速抛锚 男子报警 几秒后车没了 命还在 大客车自然烧毁 23名乘客安然无恙 关键时刻是拿9个字救了他们的命 梳理全天热点 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声 我们就夜晚追问结果 欢迎收看今天卫视新闻杂志节目今晚 我是林爽 今天是2019年3月27号星期三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与我们保持互动 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一下 3月21号至26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今年首次出访 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同意魔法三国务实合作 迈向更高水平 为新时期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挑战和风险更趋复杂 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比以往更强 习近平主席此次欧洲三国之行向世界表明 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 中方愿同欧洲国家传承和发扬合作精神 积极维护多边主义 推动国际社会求同存异 以合作促发展 共促世界繁荣稳定 出访期间 习近平主席在回答意大利众议长飞科提问时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情表达迅速刷屏 无我是一种大境界 这个答案深刻反映了他爱民的一腔赤诚 为民的真挚情怀 大境界也造就大胸怀 人类同处一个地球 地球村的每个成员如何携手共进 习近平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 就给出了中国方案 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以合为贵 合而不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读懂合的境界 文明交流互建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的动力 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纳百川有荣乃大 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只有焦力互建 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 对待不同文明 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 文明交流互建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正在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 也是中国的实际行动表现 博鳌亚洲论坛昨天还发布了四大学术报告 问证世界经济亚洲经济发展形势与区域合作 来看今年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 也将继续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而这也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能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 吉利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升级版 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双创集聚区 确保人才招得来 用得好 留得住 给汽车加上一双眼睛 使之在行驶过程中 一旦遇到障碍物能够主动刹车 这个此前只有奔驰和宝马拥有的 双目智能刹车系统 今年12月也将正式安装在我们的国产汽车上 而位于长春力望双创广场的 驯飞AI双创基地的 华新智能驾驶技术长春公司 则是这项技术的拥有者 尽管去年8月才入驻到 科大讯飞AI双创基地 但这个年轻企业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就实现了从招揽人才 技术公关 到技术成果产业化 产品化的裂变式发展 于大明说 科大讯飞双创基地 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创业初期 资金 金融 市场等方面的扶持 更重要的是 作为国内人工智能行业的领军者 与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的技术资源 在这里都可以享受到 推动了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研发 协同制造 协同发展 技术扶持是我们最看重的一点 因为整体上来讲都是人工智能材料相关的 我们可以免费为入住企业提供 相应的人工智能相关免费的一些技术 有利于整个项目跟团队 在前期的开发过程当中 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题材 或者是基础 基础能力 可以去完成它的项目 目前科大讯飞双创基地 共有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六十余户 拥有知识产权专利120多项 今年将重点培育和孵化十户左右企业 形成产业化 带动吉林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创业大学生江少泽 每天在和团队头脑风暴之后 都要来到这间VR游戏室 轻松一下 缓解工作压力 健身房 咖啡吧 娱乐室 这些配套 在力望双创广场的 吉林省新锐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里 一应俱全 对于像江少泽这样的 90后创业者来说 孵化基地的人情味 让它干事创业更有劲头 一个轻松化的工作氛围 实际上对我们这些互联网公司 或者出庄企业 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只有这种放松的精神状态 才会让我们产生 更多的创新想法 商场 电影院等等 都非常的丰富 恋爱工作两不务 从政策 资金 场地 全方位扶持 便利而无忧的 创业创新环境 让力望双创广场的 每一个卡位 都在实现加速升值 每一户企业都在不断壮大 小老板逐渐变身大老板 再富的小企业 就要摇身变成金凤凰 除了迅飞AI双创基地 和新锐创新创业基地之外 目前 力望双创广场 还吸引了吉林省中改双创基地 吉林省电竞产业总部基地 上善环保科技创业中心 共五家创新创业平台入住 目前 入住企业共有300多户 带动就业2300多人 通过商业综合体和商务楼宇 二者有效的这种结合和融合 然后把这个高端的人才 现在服务业的人才 往这个商务楼宇中集聚 这样呢 往特色园区集聚 同时呢 通过商业综合体呢 把高端人才的这个消费需求 又一战时满足 这种形式呢 能够推动 更多的高端人才 向这个特色园区进驻 今年1月14号 省政府出台 麒麟省人民政府 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双创升级版的实施意见 建立重创空间质量管理 优胜劣汰的健康发展机制 促进重创空间等 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升级 通过省级各类创新创业平台 建设资金 鼓励龙头骨干企业 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 围绕优势细分领域 建设平台型重创空间 落实孵化机构税收优惠政策 进一步完善孵化机构人才政策 增强创业带动就业能力 提升创新创业发展活力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近年来国内抢人大战 是持续的升级 那欧美各国也是加入混战 近日呢 剑桥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的消息 引发了一波舆论热议 据报道 剑桥大学同时要求 中国考生的高考成绩 达到所在省名次排名前0.1% 并达到申请专业的语言要求 通常情况下 要求雅思成绩达到7分 剑桥大学表示 会关注中国学生 学业水平考试会考 鼓励中国学生 多参加科学奥林匹克竞赛 或者SAT 或者美国大学 预修课程考试 消息一出 很多人感慨 没有感受好时候 羡慕以后的孩子们 剑桥承认高考 就相当于变相和清华北大抢学吧 欧美名校承认中国高考成绩 其实已不是新闻 除了剑桥大学 英国还有波明汉大学 莱斯特大学 肯特大学等六所名校 也承认中国高考成绩 此外 澳大利亚 法国 西班牙等超过20个国家 和地区的高校 也认可中国的高考成绩 长期以来 被不少人诟病的中国高考 竟然获得欧美名校的认可 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其实并不尽然 高考作为中国国内 最严格最严谨的考试 除了具有极高公信力之外 其检测方式亦有其合理性 他不仅考察一个人的智力 也考察一个人 是否有能刻苦学习 并坚持到底的品质 以及是否能在长时间内 精通一个指定的 整体知识体系 中国社会发展很快 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 有条件送孩子自费出国留学 引起国外大学 对招收中国学生的重视 这也是中国高考成绩 逐渐受到认可的大背景 教育部官网的数据显示 过去的40年里 共计近520万名中国学生 愿赴海外求学 而目前仍有约145万名 中国学生 在海外的高等教育机构就读 2018年留学海外 以及学成归来的 中国留学生人数 都呈持续的增长之势 面对庞大的潜在留学生市场 欧美各大高校 又怎会视若不见呢 因此我们对于欧美大学 认可高考成绩 应当以平常心来看待 不过呢 对于留学生来说 不用再去预科学校 浪费半年或一年的时光 能够更快地接触到 世界顶尖的教学与技术 而且还能节约一部分费用 毕竟算是好事 我们再来说说 2500多年前的鸡蛋长什么样 您可别觉得这个问题奇怪 若不是亲眼所见 谁都有些不敢相信 3月24号 考古人员在江苏 丽阳亦春秋时期的古墓里 发现了一罐鸡蛋 罐里大约有20多个鸡蛋 大小与现在的鸡蛋差不多 这是腌制的鸡蛋 还是新鲜的鸡蛋 鸡蛋为什么能保存这么久呢 据了解 发现鸡蛋的这个土墩木 目前已经发掘多座 据考古专家称 鸡蛋里的蛋清蛋黄已经没有了 不过通过实验可以知道 鸡蛋的蛋铃 也可以知道它们不是腌制的 这是江南土墩木发现的 第五罐鸡蛋 也是迄今最完整的一罐 专家表示 蛋壳是钙质性质稳定 因此能保存下来 而鸡蛋黄和鸡蛋清是有机质 很有可能已分解 目前它们已将鸡蛋取回实验室进行研究 高速抛锚 男子下车报警几秒钟之后 车没了 命还在 大家还记得月初发生在 航新井高速上的这起事故吗 当时李某驾驶新能源汽车 在浙江的嘉兴高速 一路段抛锚 当他打电话报警的时候 交警提示他 在车后方摆放警示牌 并马上撤离到护栏外 当他撤离后 仅6秒钟一辆半挂车 就静止地撞了上来 小车当场面目全非 警察 肇事司机事发时 已经连续驾驶近7个小时 存在疲劳驾驶的违法行为 将对盖起事故负全部责任 一时间大家都在感慨 幸亏当事人听从了交警的 9次警句 车靠边 人撤离 再报警 正是这9个字 近两天又立了一次功 3月24号 一辆大科车在途经 S28台经高速时突然发生了自燃 司机严格执行9次警句 全车连司机在内23人 及时撤离 未造成任何的伤亡 之后民警会同消防人员 合力将大火扑灭 但客车已经基本烧毁 民警又及时联系了有关部门 调集车辆 将现场人员转运到服务区 交通事故发生 往往就是一瞬间 临危不乱 处置得当 关键时刻真的是能够救命 车靠边 人撤离 再报警 大家都记住了吗 3月不减肥 4月涂伤悲 天气转暖 眼看大衣里藏着的坠肉 又要重现天日了 减肥又提上了日程 吃一粒糖能顶几碗饭 最近一种名为 饱腹糖的减肥产品火了 同时呢 酵素 瘦腿霜等等 这些听起来可以 临时抱佛脚的网红减肥产品 也迎来了热消期 这些被传的神乎其神的产品 真的靠谱吗 哎呀 又长肉了 你看我这坠肉 它又大又圆的 马上就要暴露在 4月的暖阳里了 可咋办呢 别急 我给你安理一个减肥套餐 啊 这些产品 靠谱吗 近几年网红减肥产品 层出不穷 前几年 有红红火火的日本酵素减肥产品 今年又有新出的保腹糖刷包网络 保腹糖在日本市面上销售价格 与国内代购价格相差不大 约为二十几元 糖果分为各种不同的口味 最大的噱头是外包装 满腹三十倍的字样 不过看看大家真实使用后的评价 效果却是因人而异 有人称 中午吃的到下午也没觉得饿 也有人称 就是喝了个水饱 据了解 这种糖的主要成分之一 是草本植物蓝香籽 玉水 可以膨胀30到45倍 立刻抑制空腹感 但吃一粒药之后 一定要喝水 听起来原理 有点像压缩饼干 但医生表示 保腹糖可以尝个鲜 但不能拿它带餐 那么火了好几年的酵素呢 产品宣称富含的各种成分 可以抑制脂肪 糖分和淀粉的吸收 因此需要在餐前服用 之后就可以放心大吃大喝 因为无论你怎么吃 都会被分解掉 但实际上 专家多次提醒 酵素其实就是日本和台湾地区 对酶的称谓 因为绝大多数的酶 都是蛋白质 摄入的蛋白质 在经过口腔 胃 小肠等后 被分解成氨基酸和寡胎而吸收 与燃脂减肥 八杆子打不着 还有瘦腿霜 燃脂膏 爆汗服 瘦身包等 都是通过大量出汗 给人燃脂减重的印象 但实际上 都是因为身体 失去大量水分 造成的假象 事后一补水 体重又会回升 还有一些穀物带餐粉 蔬果带餐粉 营养也达不到身体的 日常推荐量 因此不推荐 三餐都食用 如果想要减肥的话 还是要平衡膳食 同时要保证每天 都能有充足的锻炼时间 为了减肥 花点冤枉前还是小事 倘若对身体 带来负面影响 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 还有俗话说到 不同年龄 有不同的美 无论胖与瘦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咱们还是少折腾点 眼下中国国际时装周 正在举行 说到T台模特 人们马上联想到 魔鬼身材 今天的这场T台秀 属于中国大妈 您两个想到的是 什么画风呢 我们一起来看 惊艳了 明年都哪年纪了 69 您走这个T台秀 有多久了呀 19年 您唱的这高跟鞋 有多高啊 25公分 25厘米的高跟鞋 我来把手放在这儿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比我的一个手掌 其实还要高出不少 但是这个不是因为走 这个高跟鞋 是因为场地的问题 踩在那个玻璃上头 它一滑才会伸 我们已经应该不是 应该是老年模特 我们就是专业的模特 我们就要有点职业精神 我最近这两年听到的 就是中国大妈 我不喜欢这个名称 中国女性有自己的时尚 我们这时尚是很高大上的 那种时尚 3月24号 有网友发帖称 上海市静安区某街道路边店铺 被整体换成了白字黑底的门市招牌 这一改 街道是统一了形象 但气氛似乎凝重了许多 难怪网友吐槽 这是目的风格吗 25号凌晨 上海市静安区表示 诚恳接受网友的意见 并责成有关部门整改 其实有不少地方都被曝光过 这种灾难性的城市美学泥水流 为了提升城市面貌 本身的改造是无可厚非 但改造时能否充分尊重实际 提前做好规划和设计 做到因店制宜 因街制宜呢 我们都知道 招牌承载着顾客对门店的定位和认知 也是商家传递理念的途径 比如上海南京路 广州北京路 错落有致 五彩缤纷的招牌 就烘托出了浓厚的商业文明 而像方才提到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 恰恰是消灭了烟火人气 如果招牌的管理不能起到 营造良好的城市发展氛围的目的 那它就是背离价值的形式主义 理应与兵器 好 说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进入咨询板块 吉林省青年电商助力精准脱贫 农特产品杭州展示展销会 昨天下午在杭州拉开帷幕 能直接喝的大豆油 文明全国的吉林大米 入口棉花甘甜的野生断树蜜 等数百种商品 都是来自吉林省各个贫困村的 优质农特产品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 扫二维码即可下单付款 送货倒架 在日前举行的第14届 上海国际袜叶采购交易会上 吉林东北袜纺织工业园 以大数据加一厂一品为主题 精彩亮相 他们设置55个精装展位 200户企业参展 500多名参展商参会 参展面积近3000平方米 异项交易额突破2.4亿元 截至昨天 全国已有27个省市区的62个城市 正式申请加入 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 普惠养老 是指在基本养老服务以外 面向广大老年人 靠市场供给 由政策引导的一种养老服务 年内国家发改委 将安排中央预算内 投资14亿元给予支持 预计促进全国新增养老床位 其婉障 日前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轻型多用途通航飞机 小英700飞机在延梁成空首飞 小英700飞机是四座单发活赛式螺旋桨飞机 主要用途为运输航空 通用航空 个人飞行等驾驶人员的初级飞行训练 并可用于其他各种通用航空领域 完成首飞之后 小英700飞机预计用两年左右时间 完成试行取证试飞 在取得型号赫格证后将进入市场 国际方面 因全国再次大范围停电 当地时间26号清晨 委内瑞拉政府宣布 全国停工停课24小时 委内瑞拉新闻和通信部长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发表讲话说 占全国发电量一半以上的 古里水电站25号 遭到反对派两次蓄意破坏 导致大范围停电 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 全国半数以上地区受影响 美国航天局25号宣布 取消延定于29号进行的 国际空间站首次 全女性太空行走任务 原因竟然是 没有为女宇航员们 准备足够的合身宇航服 截至目前 国际空间站上 已进行过214次太空行走 全部由男性宇航员 或男女混合队伍完成 美国航天局这次失败的 全女性太空行走计划 惹来众多网友 在社交媒体的吐槽 时光匆匆 往事如风 在家防中品味历史 丈量生命的温度 来看光阴里的故事 2019年 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进入倒计时 一个月后 一场全球精品园艺盛典 将会呈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的光阴 带我们走进中国植物 看它如何滋养人类生命 塑造人类文明 改变人类世界 让我们用心感受 静默植物的伟大力量 近半个世纪以来 世界人均摄入热量 增加了近四分之一 现代人在操心乳和减肥的同时 全球饥饿人数 却在上涨 2017年 全世界每九个人中 就有一个人在挨饿 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是极端气候 影响了小麦 水稻和玉米的生产 而这三种植物 供给能量 占了人类所需 能量总量的51% 水稻就占了16.5% 当今 水稻是世界超一半人口的主食 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 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它甚至为部分 南亚国家的低收入人群 提供了90%以上的能量 它还是非洲增长最快的主食 对于不少国家来说 大米供应就等同于粮食安全 等于人们是否会挨饿 在解决人们温饱的同时 水稻传遍了除南极州外的 每个大陆 另一个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叫做茶树 从中国古代的汉朝 朝廷用茶叶交换西域战马开始 茶树就和政治建立了微妙的联系 在18世纪 茶叶成为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商品 美洲人向英国人购买茶叶 英国人依靠垄断获得暴力 为了抵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美洲抗议者将340箱茶叶 倒进波士顿的海湾 促成了之后的美国独立战争 与此类似的是 一个世纪后的大营彼岸 英国人又因长期从中国购买茶叶 形成了巨额逆差 导致了鸦片贸易的出现 组成了鸦片战争 开启了中国近代史 今天将近半数的美国人每天喝茶 而在英国 这个数字则是84% 5000年前 源自中国的茶 最终成了除水之外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 桑树和中国文化密不可分 比如农士被称为桑麻 故乡被称为桑子 而桑间则是男女优惠场所 桑树因极强的生命力 被古人视为神树 但更神奇而且神秘的是 桑树的一个产品 丝绸 丝绸比甲骨文诞生 还早了至少两千年 与现在古人热衷于从欧洲 购入奢侈品截然相反 公元前后 欧洲人把中国丝绸 当成时尚和流行 在古罗马时代 一磅丝绸一路能兑换两磅黄金 横跨千年 丝绸依然是时尚界的宠儿 中国上古的神术 如今成了世界文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白天注定要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春困秋乏下打盹 睡不醒的冬三月 最近就连小动物们 似乎也被传染了春困 节目的最后 一起来看看动物们的 神情各异五花八门的哈欠 看看哪些表现能够蒙到你 今天就到这儿 感谢今晚有您的陪伴 朋友们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